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关心一之乡 今日分享 来过禅师 参禅普所一百则 第二十二则 囚禁 参禅人 囚禁 非正参禅 何以 功夫得利时 禁不可得 囚禁为谁 以情 金参 外望世界 内望身心 身心两望 谁动 谁禁 过之不禁 在求禁者 非参禅正行 须知禅堂 不但止动 尚须止禁 止动 则动不关身 止禁 则禁不关心 参禅之人 本来就偏向靠近之者 凡人在世间 觉得世间是苦 世间轮回 无有了期 便来精进 参就 父母未生前 本来念慕 求的就是在禅堂内 明白 明白 明白一个道理 但是 如果 求禁的境界 并不是真实的禅禅 大多数的人 觉得禁就是禅 没想到 当我们求了禁 在这个禁 禁当中 变成一个障碍 如何才是正确呢 功夫得利时 移情 金参 内 外 身 心 两望 所以 禁也不可得 但是有人 觉得自己的心不平静 所以就想要求得平静 我们仔细观察 会发现 一旦觉得 以静为目标 我这一次想 做得很好 因为我很平静 因为很安静 因为没有杂念 没有忘念 那这其中呢 已经贪着了 那个清静 平静 对于真正的自在 这个禁的直取 成了一个障碍 因为在这一切世界 不管 你是在何方 躲在哪里 它都免不了 要有动 须知禅堂 不但只动 尚需只静 只动 则动不关身 只静 则静不关心 动 是身 的变化 行 住 坐 我 从早到晚 动个不停 现在万元放下 不要动 身体不动 但是发现 行 还动个不停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动不停 觉得自己用不上功 所以就想要 制止它 师父又说 狂心 顿歇 就以歇 这个字 来压制它 压制了之后呢 在静静上 追求 求一个 静 事实上呢 连静也要止 心 不管是动 静 结了不可得 心 记不关 忘和我动静呼 如波之不存 毛将 炎 炎覆 这个心呢 它其实没有动静 的分别 因为动 才有想要求静 脾 跟毛 它是一体的 皮之不存 脑 毛 家 炎覆 所以心 已经不存了 都不关心了 怎么会有 心动 跟心静呢 正 参禅时 有动 有静 皆以 身 心 为 一 子 所以会 着身 着心 而有动 有静 表示 身 心 都还在干扰着我们的地 我们还 心存 一个 直取 所以啊 要 舍掉 身 心 的 执着 往生 往心 但是这不是啊 刻意的 去忽略它 也不是 放空 都不管 而是在 功夫 下的时 自然 就有 这样子的 劲 可以 功夫 有得力 禁忌 延迟 定力 坚固 惠 自然 生 不存 持戒 大戒 延迟 无心 修定 而乱 无助 不忘 发慧 慧力 渊生 是知 真 禅 戒 定 慧 有人 有人以为 持戒 就是把戒文 戒法 戒相 记得滚瓜 乱熟 在生活中 每一条 戒律 皆能 如实 的执行 而是真正的戒呢 是日常生活 行住坐卧 不打妄想 不犯规矩 而不是 有一条戒 两条戒 来遵守它 所以真正的持戒 是你没有持戒之心 却 丝毫不犯 修定呢 是为了止乱 乱从五星起 当我们 没有止心 的存在 怎么会有乱 跟不乱呢 会 本来就 具足 却期待 自己 得到智慧 求来 智慧 当修行之人 在功夫上 下手 没有渴望 是否 增长的智慧 慧 晦力 渊神 可知啊 真正的残 不离 戒 定慧 而残 就是戒 定慧 其意 云合 智其以沉静 即戒 忘其 乱心 即定 不然 一切 即会 是也 万元 放下 对 不受 禁 这就是 戒 内 往生 往心 不被 不被 的 动静 之相 所乱 就是 定 生活在 世间 不染 住 一切 保持 心 精无染 的 自信 不起 凡夫 染 物之心 即 会 是也 住 禅堂人 不下 死心 残 残 而在 见闻 徐舍上 做 生活 一旦 褪念 赴蒙 及 燕 喧 求 尽 要知 怕 闹 热 为 人 是 神 中 二 圣 之 种 舍 燃 热 取 急 处 甘 入 焦 雅 之 门 乌 乌 痛 哉 祝 禅堂 就是 下功夫 在 这个 心 上 死心 塌 地 的 下功夫 纵使 你没有住 禅堂 也要在 心上 守住 而反而 不守着心 不下 心地法门之 功夫 反而在 见闻 觉 之上 分别 取舍 一旦 这个念头 一退 精进去念 一退 就觉得 烦 这个世间 动个不停 吵 叫 厌宣 求尽 大家都 来的 就不喜欢 人 人很多 好烦 人多 人少 就产生了 排斥 自己想想 什么叫做怕热闹呢 什么叫做人多就烦了 这其实是自己啊 对于经 有很大的分别 你喜欢一个人独居 反而 深重 二胜之重 在佛陀的眼中 叫做 焦牙 拜祝 这牙 是菩提牙 菩提牙 要让他发 菩提心 这没想到呢 当我们发 菩提心 那看到好多人 心里面 生起厌烦 你这个菩提心 还没发 就烧焦了 心菩萨道 在众生中行 你只要起 不染灼之心 甘众生何事啊 众生无边 誓愿度 也不会因此 众生 就跑来 执着你啊 是我们自己 分别 执取 才会 怕热 怕烦 怕人多 怕纠缠 其实不是众生 在纠缠你 是我们自己啊 跑去纠缠 又顾命清高 觉得自己啊 为了清静 舍弃一切众生 觉得自己啊 不求名 不求利 这些都不是我要的 我宁可啊 一个人修 一个人过日子 其实这个啊 是不懂得用心 才会在境界上 分别取舍 若人对囚禁一事 不能了解 不能除轻 上少 一成佛之种 下少 一度生之人 故 故 所以 诸佛痛恨 菩萨伤心 好好以佛教良才 甘做法门拜主 若人一执着 我要比观 我不要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 人多 好烦啊 我怕热闹 我喜欢独处 我喜欢安静 我喜欢远离世间 看来似乎自己修得很好 自己可以得到某一种成就 殊不知啊 这是非常吊不得的一件事 善少了一个成果之种 本来有贤结千佛 现在因为自己起了退心 想要躲起来自己修行 贤结千佛变成贤结999佛 如果贤结千佛 都求尽了 每一尊佛 都退到小圣 退到治疗 那怎么会有佛 来度众生呢 少了一尊佛 也少了一个度生之人 所以诸佛痛恨 菩萨伤心 好好一个佛教的人才 就此带坏了 圆绝之路由求尽而去 声闻之人由怕动而生 大劝 祝宗相之禅河 打定一句念佛是谁 动如是餐 敬如是餐 生如是餐 死如是餐 至餐不舍 许不落 耳顺苛就 果能半道 诸佛生欢喜 隆天降吉祥 快哉快哉 大劝 中门 禅中门下 叫做禅盒子 修禅之人 称为禅盒子 怎么修行呢 动 敬 生 死 解一句念佛是谁 不求真 不求望 不求动 不求静 如是参就 如是参就 当我们不执着一个动于静 就不落身闻 怨绝 就是这么简单 诸佛欢喜 隆天 吉祥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 精进 用功 念佛是谁 谁在念佛 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